不怕干部又请客 就怕干部不动物 这些话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特别傻 今天我得看这局面 是他妈我傻 有人喜欢喝酒吗 当然有 可有人愿意在招待客户的酒桌上 豁出命的盒 无底线的盒 只求客户能够满意 只求能够维护好关系 为了签下这一单 为了要回本该属于自己的贷款吗 没人喜欢 可真到了酒桌上 你能怎么办 你不喝人家不跟你谈啊 你不喝就是瞧不起人家呀 别提什么事先吃头包 我正在喝中药 都是酒桌上泡大的江湖儿女 那些早就过时的小把戏 只会玩了你自己 糟粕也好垃圾也罢 现实世界就是这个规矩 吃好喝好玩好 才有可能继续下面的工作 办公室里谈一宿 不如到酒桌上喝一口 这是时间里长出来的大叔 千百年来一如既往 从未变过 只是我们今天不说这个 今天的视频是要致敬 所有在酒桌上硬撑过的朋友 曹德宝 松花江酱油厂车签主任 被厂长临时抓来扮演厂长 招待几位贵宾以示重视 只是酱油厂入不复出 就连请客喝酒的钱 都已经拿不出来 曹德宝就只能来到 周炳坤的饭店打白条 可周炳坤的饭店 赫然贴着一张告示 饭店越是生意好 就越不能打白条 饭店的生意为什么这么好 周炳坤解释原因的时候 一不小心倒明了官场前规则 倒进了那个时代的饭店吃河 你就说哈 我们这儿 挨着吉村市几家最高档的饭店 但人家住大饭店的人 不在大饭店吃 来我们这儿为啥呀 我们这儿 放得开呗 Kosky 有民燃都 我 Espars 你就说那时候 市 级别最低的也是正科 连副科都没有 来我们这儿吃的真是 进出无百姓 往来无百经 你说啊 这来我们这儿的 也真没什么特别大的领导 在干部里 最难伺候的 就是中间这一波 留点小泉 还豁得出去脸 正科的酒桌上 为什么连个妇科都没有 级别不同 圈子不同 没办法应容 就算你生硬家乳 也只是地茶倒水陪笑脸的角色 毫无意义 妇科不行 为什么正科就能和傅处坐在一张酒桌上 级别的提升 阶层的跨越 不在于距离差多少 而在于你站在什么平台上 有点小权还能豁得出去脸 这中间的一波关架 才是将体制特权发挥到极致的人群 他们不是小鬼 更不是严妄 你压不住他还干不掉他 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在夹缝中游刃有余 泊满盆满 他们为什么喜欢去酒店 不用自己掏钱只是一方面 这是身份的代表 地位的象征 更是他和百姓拉开距离的证明方式 只是 不管周炳坤怎么解释 酱油厂就是没钱 曹大宝就是想打白条 坤 咱们厂现在特别不经济 老困难了 我家里酱油都堆不下了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厂长今天能派我来 就是因为他知道咱俩是哥们 反正我这脸我交给你了 看着办吧 周炳坤能怎么办 坚持原则 让哥们的脸扔在地上 还是打破规矩 让哥们觉得有面子 都不行 但这都不是重点 我们重点来看曹德宝 在酒桌上的表现 那个 齐董 我敬你一杯 咱们合作愉快 我干了 你随意 好 干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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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在酒桌上非常常见 有人能站出来替你等一等 请你一定要记住这份恩情 对 就是恩情 只是让人无奈的是 这种挡酒的情况不太经常出现 甚至让人去陪酒的人为的就是这一刻 你能怎么办 喝一杯 你放心 后面还有 坚持不喝 生意还谈不谈 工作还要不要 别说什么90后00后布置这一套 都敢直接掀桌子 谁都年轻过 谁都锋芒毕露过 没有爹娘的资助 什么后都得乖乖接受社会的再教育 都得老老实实接受适应并融入其中 好在曹德宝站了出来 七总 那个 他呀 酒量不行 不能再喝了 我替他喝 好吧 我替他喝 咱们喝尽兴啊 来来来来 好 来 七总 好 注意 曹德宝已经处在生烟的状态了 啊 没事没事 来 我再来 来 各位领导 我敬大家 我敬大家啊 来来来 您就多喝点 多喝点 来来来 不干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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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 好严 注意 曹德宝在强行压制酒精的反重 这种合法对身体的伤害只有酒型以后才能懂 今天我就豁出去了吧 来来来 来 七总 我干了 我来 哪里有一个人来啊 要两个人一起迎酒啊 两个人迎酒啊 就招杯招 喝招杯招要打招杯啊 喝你妈呀 行了 就这一下 曹德宝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曹德宝一杯杯猛灌的时候 对方动都没动 公平吗 酒品呢 可你能有意见吗 明明就是该付的贷款 人家提条件了 十万一杯喝多少给多少 明明就是双赢的合同 人家提条件了 连干三杯我就考虑考虑 要拉投资 你喝多少我投多少 要签订单 你喝多少我给你多久 要向组织靠拢来 用你的酒品证明你的诚信 你喝不喝 喝了胃疼干伤 难受到抠嗓子 痛苦到抓头皮 不喝一切都等于零 时至今日 我才清醒的认识到 原来努力才是最容易的事情 原来努力的意义 不是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而是不想干什么就能不干什么 客户走了 曹德宝狠狠打了自己一巴掌 本来啊 我对厂里这些头头们 公款吃喝就特别有意见 每次我听厂里有人说啊 不怕干部又请客 就怕干部不动物 这些话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特别傻 今天我这看的局面 是他妈我傻 出入社会一尘不染 倾考骄好 怀揣着理想和抱负 自认为做好了单挑现实世界的一切准备 只是慢慢你就会发现 现实世界和书本上不是一个模样 想说的话不能说 想做的事情不能做 凡之亦然 不想应付的应付必须应付 不想应酬的应酬必须应酬 凡之亦然 其实不是你少 是因为你太亲情反倒错了 还能怎么办 唯有随波逐流 怪不得是厂长老叔啊 你只有多请客 多喝酒 才能给厂里喝出一条生路 你不能因为厂领导 请九次客没用 你就不让人请第十次 喝十次 喝十次 藏你一次 就能救我们厂与虚火之中啊 职场官场生意场 就连酒场上都满是无奈 都必须压上所有堵住期待 一个不确定的结果 这就是人生 虽然荒唐 但却又不得不面对 这就是现实 虽然恶心 却又不得不挤出笑脸 其实大家都很累 其实谁也不知道 请别人喝十次 能不能乘一次 但只要有希望 你就不得不坐在酒桌上 你就不得不忘记 医嘱玩命的喝 只是请你一定要相信 酒不会白喝 努力更不会白费 谁也不愿意用前半生 挣的钱治疗后半生的病 可现实既然已经这样安排 那就多挣一点 争取住个好医院 争取能多活一天 如果你也曾在酒桌上无奈过 请对自己说一声 我最亲爱的 苦了你了 我最亲爱的苦了你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